来自哥斯达黎加的菠萝 哥斯达黎加菠萝几乎像闪闪发光的金子甜而多汁 菠萝风味的极致,它的酸含量非常低 为它的高糖含量腾出了空间 它嫩而亮黄色的果肉被诱人的黄色外壳包裹着 它不仅味道丰富,而且色彩丰富 释放出其特有的清新热带香气 虽然哥斯达黎加生产咖啡、香蕉和其他短周期作物 但旅游业除外,全年菠萝生产是哥斯达黎加经济中最重要的部分 事实上,哥斯达黎加是世界上最大的菠萝生产国和出口国 在美国消费的菠萝中,不少于90%来自这个人口刚刚超过500万的小国 但你知道吗,菠萝的供应量在秋季增加 一个几乎是另一个国家2%大小的国家 供应几乎所有最受欢迎的热带水果 这怎么可能呢?答案是气候,哥斯达黎加多雨 潮湿的自然环境使其成为菠萝生长的理想之地 哥斯达黎加的许多菠萝种植园都位于降雨量最多的山谷和地区 事实上,理想的农业条件可以持续一年 当孩子们不给糖就捣蛋 第一批霜动即将抵达美国时 哥斯达黎加正处于夏季 世界上大多数人习惯于一年四季 春、夏、秋和冬 然而,与许多新热带地区的情况一样 哥斯达黎加只有两个不同的季节 旱季的特点是很少或没有降雨 天气晴朗温暖 这是最受欢迎和最昂贵的参观时间 尽管如此,空气仍然相当潮湿 即使在一年中最干燥的时候 哥斯达黎加的菠萝生产也在全速前进 如果你想避免下雨的可能性很大 12月到4月是适合你的季节 虽然哥斯达黎加全年都是菠萝的季节 但秋季的菠萝产量却在增加 雨季或绿色季节从5月持续到11月 每年这个时候的名字来源于这个季节生长的明亮健康的植被 绿色季节也为许多农民和园丁定义了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下次你在感恩节餐桌上看到菠萝石 不要惊慌,除了这是一种古老的热情好客的标志外 深秋实际上是一年中最甜的水果之一 虽然雨很多,我们的意思是很多 但雨季往往会受到不好的影响 因为很少一整天都下雨 雨季的一个典型的日子开始食盐热 阳光充足,闷热 这是作物在早上开始生长的最佳天气 因为它们会口渴并寻找水源 下午晚些时候开始下雨 让作物获得充足的水分 这增加了热带水果 尤其是菠萝生长的潮湿环境 雨水在晚上五六点左右停止 雨水对我们人类来说还有一个很好的副作用 那就是降低外界温度 9月和10月通常降雨量最高 11月是雨季和旱季之间的过渡月 在哥斯达里加 你很难想出一个比秋天菠萝产量更好的时间表 根据ProColumbia的数据 美国历来是全球菠萝的主要进口国 在过去的十年里 它进口了价值60.5亿美元的菠萝 其中85%的菠萝出口来自哥斯达里加 同期哥伦比亚是美国第八大这种水果的供应国 随着产业的不断发展和增长 哥斯达里加和哥伦比亚正在寻求巩固美国市场的菠萝消费 与此同时 他们的目标是增加对以色列等新目的地的出口 哥斯达里加有4万多公顷的菠萝集中在南部和北部 全年生产菠萝 超过52%的货物运往美国 由德尔蒙特公司牵头 根据国家菠萝生产商和出口商协会Canapep的说法 出口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 一种高质量的水果引起了消费者的注意 目前美国的人均消费量为每年2.7公斤 84%的菠萝来自哥斯达里加 Canapep董事会主席Able Chips表示 自从我们开始出口和开发 MDR菠萝以及植物检疫工作以来 我们是美国的头号供应商 事实上在连锁超市中 消费者都在寻找哥斯达里加菠萝 这导致了每年平均1.7亿和12公斤的菠萝出货量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菠萝消费量如此之大的原因 该协会试图将哥斯达里加定位为全球市场领先的菠萝供应商 该实体通过旨在减少污染的可持续计划和农业修正案提高了该领域的效率 从而实现了这一增长 这加强了菠萝出口 有助于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有助于满足消费者的需求